你也知道 我们网站的综艺节目 都是靠广告植入支撑的 这个广告投入方面 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什么意思 广告植入 怡婷啊 咱网站的广告植入 还得靠你呀 我 我听说 你和镇宇集团的继承人很熟啊 你要不要问问她 他们镇宇集团 需不需要投广告 需要的话 可以投我们网站 这应该没问题了 不过 如果我真的 拉来了镇宇集团的广告植入 你就要保证 我可以成为新栏目的主持人 当然可以 唯一的主持人 拿到广告 我就跟你签约 没问题 怡婷是这样的 按说我是应该帮你的 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真的拿不出来一千万来投入广告 你懂吗 是有困难的 你一定要帮我 姐夫 我能不能拿下那个节目主持人的名额 就全靠你了 不然你问问看你们那个镇宇集团什么广告部吗 你问问看 我不在镇宇集团任职 我怎么说话呢 那你就是不想帮我了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样吧 我姐不是做广告的吗 我让她帮你呢 找一个有钱的广告商 你看怎么样 姐夫 你这守着一座金山 你干吗还要舍尽求远吗 你是不是存心不想帮我 不不不不 你忘了我是怎么帮你的 你听我说好吗 我这公司这不是才刚运营一年 而且又买了你姐那公司 现在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不然 你把公司拿去抵押 抵押给银行 这样就可以拿到钱了 把公司抵押做广告 我没听过 那就是不行喽 姐夫 如果今天坐在你面前 求你的是我姐 你肯定倾家荡产都帮她了 一天这会儿我真帮不了你 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对不起 别对不起 你太对得起你自己了 反正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过问任何 有关我姐的事情 您忙啊 秦总 等等 怎么样 你愿意掏钱了 不 钱是没有 但我对你姐是真心的 我求你继续帮我好吗 可惜你对我不够真心 我好吗 哥 我很难留 叔叔 你没事吧 叔叔 叔叔 我 哪位是被摩托车 刮蹭的老先生的家属啊 我 患者现在需要做 全面的身体检查 你先交下钱 好的 叔叔 你醒了 你没事吧 对了 你有没有家人的联络方式 我去帮你找他们过来吧 是你抓的我 是不是 一定是你抓的我 不是的 叔叔 抓您的人警察已经带走了 那他是你的朋友喽 他找的事 应该由他把我送到医院来 其实 我不认识他 叔叔 你别激动 先好好歇着吧 你不用跑 你要是跑了 我 我就去报警了 我不会跑的 那好啊 那把你的身份证给我 我要扣下来 怎么了 你害怕了 我都会被评认一下 那我再心轻的 你let me let it at you 我会胡闹 我现在饿了 我想吃水饺 你去给我买 好吧 那我这就去买 你好休息呀 你快想去看你 我先来 谢谢你 你快去看你 你给我去吧 小兰 小兰啊 放心吧 秦董的身体没什么大碍 就是皮外伤 完全可以回家休养 如果有什么不适 随时打我电话 好好 谢谢你啊 医生 对了 医生 还想请你帮个忙 就是不要告诉 那位救了我先生的姑娘 我们家的身份 还有我们出院了 那个小叶姑娘 人特别好 又是交费 又是跑前跑后的 如果你们这样不辞而别 我怕她会担心呢 是 那位姑娘的确是人不错 我们非常感激 是 但是 目前 希望您能帮我们保密 好吗 好的 谢谢您啊 不客气 再见 大夫 大夫 我送来的那个叔叔呢 为什么不见了 他出院了 出院 对 他 他自己一个人出院吗 还是有人接他呢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小叶姑娘 你这一天也够累的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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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回来了 也不让跟叶一山打个招呼 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呀 说我是秦明昊的父亲 是专程来考察他的 刚才呀 我在医院看到他 看到他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他是着急身份证在我手中吧 你拿人家身份证干什么 哎呀 我就是想试试的 你瞎吃什么呀 赶紧把身份证还给人家 好 我知道了 你说 今天幸亏你碰到叶一山 及时把你送到医院 是啊 小兰 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啊 就在门口碰见叶一山 我觉得 像是老天在帮他们的忙 其实 我觉得这姑娘人蛮好的 你说的没错 叶一山这姑娘的确很善良 你知道吗 我故意说是她撞了我 她不但不生气也不逃跑 而且还让我好好养伤 真是难得啊 我早说过了 我们儿子的眼光不会错的 其实之前呀 咱妈确实是有点武断了 当时你也不表个态 我知道 你是心疼儿子 可咱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该如何让她同意这件事情 现在的问题 不是咱妈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而是人家叶一山 还没有答应 跟咱们儿子重归于好呢 怎么会这样 那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想 请她到咱们家来坐一坐 这可不行啊 朕妈知道了 那还不得扎着锅啊 那就别告诉咱妈呀 振宇 既然咱们俩都觉得这孩子不错 咱们就应该帮帮儿子 只要叶一山到了咱们家 我就有办法 让她跟儿子重归于好 等他们关系稍微稳定以后呢 咱们再做做咱妈的思想工作嘛 好吧 那你去安排吧 我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不过 这件事千万别让妈知道啊 小姑娘 我是被你救助的大叔 我已回家 但你的身份证还在我手里 凡你今天下午三点 到博越湾别墅十八栋 来取回身份证 收到请答复 请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不曾相遇 没有拥有就无所谓是谁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这是你的家 对啊 这里是你的房间 这些花 都是你种的 爱丽丝 这是你最喜欢的鸳尾花 你不会忘了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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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珊 你还记得吗 我曾经答应过你 要在咱们两个的房子里头 种满月美花 对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不可以放下 我没那么傻 我曾经 我曾经 由于怀疑过你的爱 让你从我身边白白溜走 这一次不可能了 我不可能 让你在我身边 就这么溜走了 心哭了不落可去 一生 回到我身边好吗 我们两个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这辈子再也不分开了 给我这次机会 好吗 一生 埋藏起所有的秘密 幸福了不落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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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这天到了好久 感谢老天爷 幸福了不落可去 想念里的生理 吹散在无尽的风里 我独自在荒漠中心哭泣 等爱都化成了沙丽 不 我们回不去的 一山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担心我们的家人 你听我说 他们一定会祝福我们的 只是时间问题 只要咱俩坚持 相信我 相信我 不 你不要再因为我 让你们家人失望 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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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们必须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不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走了 走了 奶奶 这才几分钟啊 你就要回去了 我好不容易跟奶奶一起逛街吃个饭 你这一路上都不开心 才不到半个小时就要非要回家 奶奶 你是不疼我了吗 敏妍 这奶奶心里想什么 你还不知道啊 这明昊一天不回家 哪有心思喝茶聊天啊 谁想明昊了 我才不管他呢 我才不信呢 奶奶你要是真的不管他了 那我现在就跟明昊说 让他呀 赶紧回家 再带上那个什么叶小姐 敏妍 你别在奶奶面前 提那个姓叶的 怎么不能提了 我怕他 奶奶 您怎么就那么不喜欢 那个叶一山呢 我就知道 你哪有那么好 我陪你 奶奶 我陪你去逛街 我陪你去喝茶 就是想帮那个叶一山说好话 我跟你说啊 这种女孩子我看得多了 表面上楚楚可怜 实际上心机可重了 就一心想吊 金归絮 救我们明昊 傻 可是我听说 他这三年都没动过 和明昊一起存的钱 你以为他真的不要钱哪 我告诉你啊 他要的 远远比那三十几万多得多 我看他触信积虑的 在哪儿算计好了 就是想给明昊眼内唱戏 那我觉得这个叶一山 也太会放长线了吧 一放就是三年 你以为他 可怜兮兮的样子 其实他心里呀 毒得很哪 我看他咒我咒了三年 如果让明昊娶了他 明昊啊 一定不认我这奶奶了 看来啊 您是怕他报复您 怕他抢走了咱们家明昊 奶奶就是这个意思啊 可是奶奶 您也不能不顾明昊的幸福啊 明昊的事 我会替他考虑的 不用你操心 好了 走了 奶奶 我先去上洗手间 你等我一下 就你事多 爸 你的意思是 你被车撞了以后 是一山帮你送去医院的 是啊 叶小姐啊 这是你的身份证 还给你 谢谢 秦总 那次真的不是我撞的 我知道 其实啊 我 我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要不是秦叔叔拿你的身份证 你还不会上我们家来呀 秦总 您 一山 你别客气 通过这件事情 我和你秦叔叔就明白了 你是一个好姑娘 也知道 明昊 为什么会那么爱你 妈 爸 听你们这话的意思是 你们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 你说呢 臭小子 连老天爷都这么见过你们 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 谢谢爸 谢谢妈 一山 你听到了吗 父母都已经支持咱们了 你还怕什么呀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 但是 我不会跟明昊在一起的 为什么 一山 一山 之前 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你现在有顾虑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 现在 你还爱不爱我们家明昊 小岚 这 你这么问人家姑娘 你让人家怎么回答你啊 一山 我和你阿姨是希望你明白 你只要跟我们明昊是真心相爱 我们一定是支持你们的 至于明昊奶奶那边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说服她的 听到了吧 爸妈是真心的 来支持咱们 你不要有任何顾虑 好 一山 你如果还是为 之前奶奶对你所做的一切 有什么想法 我们也能理解 但是一山 明昊对你的感情 你一定很清楚吧 你们两个以后 遇到什么困难 我和你秦叔叔都会帮忙的 我们希望明昊能够幸福 我们四个人一起努力 相信奶奶一定会同意的 对呀 医生 你就放心好吗 老秦 你该吃药了 对对对 叔叔阿姨 我该走了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对呀 医生 你别急着走嘛 对呀 你先别走 我真的有话跟你说 是啊 医生 我们只希望你明白 不管你今后做什么选择 只要知道自己心里也在想什么 至于障碍嘛 我们可以克服 行了 爸 医生 我们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你说这丫头会不会回心转意啊 她只要心里有名昊一定会的 这样就好了 名昊总算要得到她想要的了 你呀 只要为了孩子开心 你什么都不管 你想过吗 倘若咱妈知道 咱们呢跟敏妍一起在背后搞阴谋 她会大发裂停的 只要明昊开心 就算咱妈整天唠叨我 我也愿意承受 不过说真的 我挺喜欢这个姑娘的 是啊 明昊的眼光不错 她做咱们的儿媳妇 我也高兴啊 也不得得了 对了 不太厉害了 我做的事 你做的事 我做的事 要做什么事 啊 因为不要拒绝了 还记得吗 鸢尾花 又叫爱丽丝 拉丁文叫爱丽丝 鸢尾这个词 来自希腊文 受到这种花祝福 而生的人 具有光明柔美的气质 霓珊 你就是我的爱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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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答应过你 要在咱们的房子里 种满这种花 让你每天早上一起来 就能看见它们 但是有一天 我却愚蠢地丢掉了你 所以只能让这些花来陪着我 每次看到这些花 我都会想起你 其实你不用这样子 你也不能 一参 你就不能 坦白对我的感受吧 你听我说 我知道这些年 你一直都是单身 而且一婷说你从没有放下我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头再来呢 你是怎么买通一婷的 现在不光一婷会帮我 所有善良的人都会帮我 就连老天爷也帮我 你想想看 我爸被车刮倒 为什么偏巧你从旁边经过呢 你难道不觉得这是天意吗 就是和阿易确实是很好的人 你不要跟我打岔一刹 我希望你坦诚地告诉我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我只要你回答我这句话就够了 那如果你真的不爱我们的话 那么好 你相信我 我不会纠缠你的 但如果你还爱我的话 我希望你回到我的身边 不要再离开我 好吗 那就算你不爱我呢 你爱上别人了 你也可以坦诚地告诉我 对吗 我会祝福你呢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你记着 我绝对不会让你 再从我身边逃走 我爱你 我爱你 这三年来 我从没有爱过别人 我就知道你还爱我 易珊 我知道你还爱我 爱丽丝 我爱你 明浩 我也爱你 你深地知道吗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好久 多少次我在梦里 梦到我今天这个场景 我真的非常感谢老天爷 又把你送回到我的身边 明浩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们还会再见面 我们还会再次想啊 太好了 我再也不会松手把你丢掉了 再也不会了 好 奶奶十五分钟以后回来 要不这样 咱们去客厅等她 一会儿我们就告诉她 我们要在一起了 好吗 奶奶她同意了吗 她一定会同意的 不 不要去告诉她 我怕 你再跟奶奶 起争执对抗 那就不好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慢慢来 反正现在叔叔和阿姨 同意帮我们 那我们就不要着急好吗 好吧 易珊 这回我听你的 要不这样她马上就回来了 我们先躲一下 好 明昊 你真的变了 你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固执 为了你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忍 我们走吧 走 我独自在荒漠中心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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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个必须去的地方 到了你就知道了 易珊 虽然我不知道咱俩这棵树 生日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想把今天当做它的生日 树的生日 对 也算是咱们俩的纪念日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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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试试吧 试试试 试试 霓珊 我在想你呢 霓珊 你在想我吗 怎么了 我们才刚刚分开十分钟而已哦 十分钟很长 六百秒呢 我真的好想你 霓珊 嗯 我也是 你知道吗 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明天早上要到了公司才能见到你 这一夜怎么熬啊 我也是 你连老你也不是 连老学我干嘛 我要听你说 你想我 我想你了 你没说我名字吗 不想你 你别这样了 霓珊 我很想你 我爱你 明昊 我也想你 别闹了 把手机给我 你想谁啊 姐夫 是秦明昊吗 喂 秦明昊 快点给我 秦明昊 快点给我 秦明昊 这事可能还真没那么好办 真的 你先别急着拒绝我嘛 我们见面了呀 姐夫 你说的啊 你要谢我 你要表现出诚意啊 不然的话 我让我姐跟你分手 给我 明昊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 明天见 明天见 记得啊 你跟秦明昊和好 为什么不告诉我 怎么了 不就短短一天吗 哪怕是一个小时你也要告诉我 干吗什么都瞒着我 我没有刻意瞒着你啊 我以为你今天不回家吗 好了好了 别找借口了 反正呢 明天啊 我就去她公司找她 你帮我安排一下啊 见她 为什么 干吗 没事就不能找我姐夫啊 好歹我现在也算是你们 言归于好的半个媒人 她一定会好好感谢我 反正我未来的幸福 就在姐夫手上喽 替我安排好啊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上一次的合同已经都交给您了 你让我进去 然后我们还有星辰 别拦我 对不起秦总 我拦不住她 没事没事 怡婷 来 坐坐坐 你真是太不够意思了 姐夫 秦 秦总 他叫你 忘了告诉你了 我跟一山复合了 恭喜啊 恭喜 好了好了 恭喜的话婚礼上再说吧 姐夫 你肯定知道我为什么来的 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我现在处境很困难 不是 那你们先聊 我先出去 好 先出去 先出去 你接着说 怡婷啊 你要秦总抱你什么样啊 这是我们的事 不管你的事 你出去 我想起来了 你是说广告的事是吧 怡婷啊 姐夫这儿很困难 真的 现在帮不了你 堂堂一个镇宇集团继承人 连一千万都没有 你想骗谁啊 怡婷 你怎么一张嘴一千万啊 你 你是不是疯了 我不是跟她要 我是要她给我网站投广告 你说我们公司现在没有 投广告的计划 就算真的有的话 也要看看你们公司 有没有实力啊 你没做调查 怎么就知道我们公司 都没实力 姐夫 我给过你网站的资料 别告诉我 你根本没看过啊 你别着急 怡婷 这事啊 咱们得从长计议 再想办法 从哪儿计议呀 我那么信任 你都是白费 姐夫 我现在要急死了 你要不要帮我 怡婷 你别胡闹了好不好 怡婷 这事我现在真帮不了你 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也得体谅我一下 反正你是不帮了是吗 好 那 那你就把那个别墅给我 我卖了回头还你钱 这总行了吧 什么 什么别墅 我住在姐夫的别墅 找客户可以吧 可以 没问题 我尽快给你过户 好吗 怡婷 你别这样好不好 网站对你很重要我知道 可你不能胡闹啊 我胡闹 你们怎么就是不明白我呀 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怎么 你们的爱情重要 我工作就不重要 还一家人呢 先坐下来慢慢说吧 你们都不理解我 姐 你现在幸福有着陆了 我也要奋斗过好日子 你却不管我了是不是 好 你们最好赢都不要管我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啊 依珊 我这次真的帮不了你妹妹 你别这么说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依廷住的那个别墅是 其实它只是被宠坏 它没有坏心眼的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觉得这别墅啊 是可以卖掉 把钱借它得了 那可不行 这事你必须听我的 那好 我这辈子都听你的 好 总监 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吗 两天 两天够吗 要不要等你两年呢 不用这么久 两天就够了 我姐夫出差了 姐夫 谁是你姐夫 震宇集团继承人秦明浩啊 我姐夫 震宇集团的秦明浩 她怎么成了你姐夫了 你哪句话是真的 都是真的 真的 她快跟我姐结婚了 那就说不通了 她又真成了你姐夫 这点小事对她来说麻烦吗 出差了 出差了可以写支票嘛 可以让公司转账嘛 总监你先别着急嘛 反正震宇集团这笔钱 我肯定给你拿到的 那你先把那个 新节目的那个主持人给我 等到我姐夫回来之后 我马上让他把钱打给你 叶怡婷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 特好蒙 你讲这句话让我怎么接啊 我们之前说好的 只要你拿来赞助 主持人就是你的 可现在钱都没赢了 你让我把主持人给你做 你当我谁啊 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 跑过来忽悠我一顿 我这总监还是总监吗 不要自作聪明 没有谁会比你傻 你不能这么说 我现在不是要你施舍 是在谈合作 你想想看 除了我 有谁能够拿到 震宇集团的巨额投资 巨额 你那巨额在哪儿呢 多少天 你让我看到一分钱了吗 还有啊 你别以为这世界上就你能 别人都是白痴 带着投资来的呀 大把都是 你的意思是 有人跟我抢这个综艺节目 谁啊 是不是那个 刚毕业新来的那个丫头啊 我早说过 新开这个栏目啊 是网站今年的大项目 谁给力 我就给谁做主持人 光靠忽悠 在我这儿拿不到好处 你是不是不相信 我是秦明昊的小姨子啊 你不要后悔啊你 你是谁的小姨子 我都不关心 我只认钱 有钱就上节目 没钱就滚蛋 滚蛋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跟那个 刚毕业的小丫头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是不是 什么广告植入 都是骗人的 你分明是想找个借口 把我给换掉 去哄你那个小情人 是不是 我警告你啊 你敢玩钱规则那一招啊 我就去总公司告你 叶怡婷 你少给我犯三星子 恼羞成怒我见过 我还真没见过不知所啊的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开着你 开啊 进来 组监 许安 你来的正 现在就给我开了叶怡婷 让她滚 凭什么让我滚 要滚也是那个小丫头滚 少叔里去 你干吗说我 你不问问看我受了多大委屈 陆总 你也消消气 一天后 赶紧跟祖坚道歉 凭什么要我跟他道歉啊 走 我们去大老板面前告他 他呀 跟那个刚毙的小丫头搞上了 不仅在办公室里面搞暧昧 而且还抢我的综艺节目 闭嘴 够了吧你 说什么呢哪有你想那么早 你好我干吗 你每次关键时刻都只帮了外人 是谁在办公室里玩暧昧啊 你给我闭嘴 你听清楚啊 你姐我分分钟跳槽给你看 给我滚 你刷什么东西啊你啊 行了 走 让我滚 你凭什么呀 少说两句 行了 你凭什么让我活的你 出去 你把话说清楚 就凭你 对不起啊 组家 别生气了啊 别生气了 你得小心身体 这一路上你都没说话 是不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我能舒服吗 不是 你要不舒服 你得赶紧说 咱们得去医院 千万别伤着孩子啊 你别跟我提孩子 你就知道孩子 现在已经有人 起到我头上来了 什么话都不说 我能废 你就看着他骂我啊 怡婷 你先消消气 不是我不帮你 你看你今天 跟罗总监说的话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要不是我在 他今天早就开了你了 他敢跟新来的小丫头 玩钱规则 我就敢举报他 不是 怡婷 你有什么证据 你这么说 凭他要把原本属于我的节目 让给那小丫头 你说谁啊 你说那个年轻的女孩 怡婷 你调查清楚没有 那个女孩 是公司高层的女儿 罗总监拍她马屁还来不及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是啊 原来现在只要是个人 就是有家事的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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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是个人 有着急 准备 小丛事 你怎么就在这裡 好看 那又是атив静的 我怎么对抑上 你真的好看 你怎么这么说 那是到这把门 在这帑上 你怎么这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